为了这场采接活动 乡土文艺推广协会 不仅聘前了专业艺术家担任艺术指导 也协助参与的团体设定主题 透过团队合作 凝聚大家的向心力 专程员里头有许多是年纪教掌的长辈 但大家还是不辞辛劳的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希望能够将心定的特色 透过了采接介绍给社会大众 8月15日即将在碧坛登场的 永爱碧坛水岸传情活动 招式希望配合七夕情人节 让社会大众重新感受碧坛过去的浪漫氛围 因此采接活动中 大鹏社区就特别以雀桥为主题 利用竹子还有一些资源回收物品 制作环保创意兼具的大型装置艺术 下城社区发展协会 则利用了布织布拼贴方式 制作可爱的洗洋洋大型玩偶 超级卡哇伊 水管啊 雨伞啊 像我们做喜鹊 我们是用那个不用的雨伞布来做 那支架也是可以利用 每个社区的主题不同 但是大统筹在我们的采接 然后喜气 然后雀桥的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因为因应出 每一个社区有一个主题之后 利用各种媒材 有竹编 木编 纸雕 然后其他的方式 让多元媒材一起呈现 每周一次的集体创作 是碧檀采接艺术工作坊的成员们 相当期待的时刻 每到星期一 大伙并会带着开心的心情 来到这里工作 有人编织竹藤 有人缝缝补补布料 有人捆绑竹子 有人喷漆 忙碌的起门当中 却让人感受到一股团结的力量 我觉得我们花卉我们团队精神 大家把一件任务 希望能够完满地完成 那也为我们新店 敬一份 让观光客知道说 我们新店吊桥有各种特色 乡土文艺推广协会常务监视 钟瑞儿表示 8月15日的永爱碧檀活动 相当精彩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同来感受欢乐 除了乡土的采接以外 还有大鹏中校的艺文士集 那还有双镜桑子负责的 浪漫晚会的部分 各式各样充满创新与童趣的采接道具 全都是来自社区居民的用心与努力 因此8月15日当天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场艺术盛宴 记者声评 站门奇心店财宝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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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